稍后我们再详细来讨论这个年底五都这个选战的布局 不过回到华盛顿现场请教杨立宇 杨教授 我们知道这个刚刚我也提到 就是如果把这四年的总统大选比翼成一场球赛 现在是中场的哨音已经响起了 这个马 蔡两人的这个表现大家都很好奇 那我知道说稍早之前在双英会之前 您跟蔡英文跟马英九两人都有直接的一个对话 那这个双英会之后 两人的这个表现当然也影响到了马英九总统这个民调 现在刚才最新的消息 蔡英文要宣布参选新本市了 整个气势如果冲上来的话 是不是小英真的有在上一层楼的机会 在2012年跟马英九做个拼搏呢 我跟蔡英文谈话的印象 我觉得他没有那种雄心壮志 我也问过他 他都回避 他是一个温和理性务实的一个民进党领袖 他对于选总统 甚至对于选新北市 我想他都不想的 这一次他是跳火坑 他是被赶牙子上架 我想是民进党很多他的敌人呢 让他出洋相 因为在新北市选很不容易赢 你看现在民调都差20个百分点 那马英九呢 沉申之追 因为他的辩论变得非常成功 他在对我谈话的时候信心满满 因为他说我已经制定了一套的两岸政策 内外政策 而蔡英文对我在我的讲话里面 他对中国问题还是回避 跟民进党一样 没有讲出一套可行的两岸政策 那么蔡英文如果想往前面 冲上去可是很多阻碍很多问题 好的 简短一点 好的我们后面还有时间来继续讨论 谢谢杨教授 我再很快一个问题请教在台北的蔡伟蔡教授 当然拉回到一点到马英九 执政两周年这个话题上面 在各个方面 不晓得您有没有给他一个总的一个评分 不论是内阁表现啊 拼经济 或者大家很关注的这个两岸关系 跟台美互信 不晓得您觉得这几大方面 马英九这两年究竟做得怎么样呢 蔡教授 很简单的 我稍微讲长一点点 有些人骂人骂得很凶 在给学生口试的时候 批评学是批评的凶 但是他分数给的很好 那我通常是对学生非常的客气 但是我分数给的 虽然通常也不会特别的高 那对马英九整体看起来 我觉得表现算是差强人意 你如果叫我给他打分数嘛 这个80出头就算是不错了 那就两岸关系方面 虽然一般民意给他肯定很多外交 中美互信 美台互信这部分 可以给他分数再高一点 88 89 我觉得这个应该算是合理的 至于他拼经济 这个东西 就看你从什么角度切入 当然他一上任就碰到了 这个全球金融风暴 这个也算他有点倒霉了 目前现在是稍微回温过来了 那洛桑管理学院也说 我们进步特别的快 然后我们第一季度的 这个经济成长 达到13%多好像 那也是非常的可观 那但是刚才杨教授也特别提到了 虽然经济 去年激起是非常的低了 那今年经济成长 第一季度是相当的不错 亮丽 但是就是老百姓的实质收入 并没有增加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老百姓的 这个失业率 并没有获得明显的改善 我觉得这一部分 可能政府还应当要加一把劲 至于内阁的表现 我不知道现在要评价新的内阁 是旧的内阁 那旧的内阁 那当然刚才杨教授也特别提到了 这个爸爸水灾 还有一些官员 常常讲话 这个相当的不得体 这个失言的地方太多了 那确实给马英九 造成很多的失分 那分数应该是比较低了 经济这部分 也还有很大的改善的空间 不过我同意民意的反应 就是在美台关系 在两岸关系方面 分数稍微给他高一点 88分 非常谢谢蔡伟 蔡教授给马总统打分 那么赶快把时间交给 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 相信博弈有很多问题 要请教两位来宾 博弈 好的 谢谢东宁 那么同样先请教 在台北的蔡伟蔡教授 刚刚这个杨教授提到 这个关于这个蔡英文 她的这个中国政策 她杨教授觉得 还是十分的模糊 没有交代清楚 那么现在蔡英文 连任了民进党党主席 那么不管她未来 是继续许任党主席 或者说她未来有意 要争取更高的位置 这个中国政策 其实是她不可回避的一环 但是刚刚杨教授也提到了 她始终觉得蔡英文 在担任民进党主席 这一段时间来 提出一个很明确的 这个中国政策 那您觉得就是 如果说就民进党的 中国政策 跟国民党的两岸政策 来比的话 是不是其实国民党的 这个政策 还是比较清楚的 或者是说比民进党 还是略胜一次仇 也是民进党 蔡英文未来的大挑战之一 我不知道要怎么讲 有的人说 一个是台独 一个是独台 那当然我想现在 两边都不接受这种讲法了 那在这个 ECFA辩论之后 蔡英文讲过 说是2012年拿回政权 我们要透过公投 把ECFA废掉 那这是一个 另外后来 蔡英文在接受 媒体访问的时候 她又讲了 她说 在不带前提的情况之下 这个 民进党愿意跟中国大陆 进行 这个有意义的对话 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后来国际媒体 也为这个事来问我 到底她哪个讲是真的 刚才杨教授特别提到 她跟蔡英文讨论过一些事情 其实以我所了解的 蔡英文 我也跟她一起在国外参加过 workshop 她在当陆委会主委的时候 我也在陆委会担任咨询委员 我们也谈过很多事情 其实相对来说 她受过良好的训练 教育 其实她是一个温和理性 务实的人 她知道 哪些事情的分寸是怎么样 她甚至有一次跟我讲 她说 我们都认识这么多年了 她也受过这么好的训练 其实她知道哪些事情是对的 哪些事情该做的 但是她要把70%的精力 放在处理政治的问题 把只有30%的时间来处理 真正必须要处理的事情 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到 问题是多么的复杂 那以蔡英文 我相信 我也同意杨教授讲的 他可能并没有那么大的野心 一定要去进逐2012年的大位 但是有时候时势比人强 可能把他拖得往这个方向去走 另外一方面 我也同意民进党内部 这些所谓的几大天王 还有很多人包藏祸心 就借着这种方式 就把他逼下来选2012 逼着他选新北市 然后让他煞雨而归 让他逼着 民进党有这个传统 他可能到时候就必须要把 当主席的这个职务让出来 当然如果他在新台北 打了一场非常漂亮的这个仗 那说不定他还有更上一层楼的机会了 但是以我所了解的蔡英文 他其实他应该不是那么一样的 有那种强烈的这个职务上的欲望的一个人 他应该是相当理性不实 回到刚才东宁特别问到的 我觉得民进党 刚才博弈问到的 就是民进党除非他经过中国政策大辩论之后 他把这个中国政策定调以后 他才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对大陆政策出来 否则在目前看起来 我觉得民进党还是且战且走 走到哪里算哪里 摸着石头过河 好谢谢蔡伟蔡教授 那么回到华府 我们也来请教杨丽宇杨教授 很多人觉得说这一次这个双英的气势的转捩点 是在于这个ECFA的辩论 那有人觉得说这个 当然蔡英文他可能是比较 轻忽了这个准备的方面 所以他在这个辩论的表现上 可能不如马英九总统 那么您觉得就是说 但是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 会不会马英九总统 从这次的辩论胜了以后 或许也会有一点点的这种 骄傲的感觉出来 而可能导致于他们对于民进党的这种 感觉会有一点 也是有一点轻乎 而导致在五都选举 乃至未来的这个选举上 会有一些消长的变化 您的看法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赞 准心